我也是在這個調查銷組裡面 其實我認為這件事情 並不單純 不單純 對 第一點 張雲鵬他雖然 他這個到任的時候 106年6月的時候 的確這個貸款案已經過了 這個信貸案已經過了 但是根據106年12月29號 金管會對高雄銀行做出了 這個財罰的這個報告 罰了800萬 他很明顯的說 高雄銀行在慶富案的案子裡面 違反了銀行法 張雲鵬當時 從106年底到現在 他就是負責在收尾的一個董事長 本身他最清楚 當時慶富案跟高雄銀行之間的 信貸也好 真信也好 包括後面貸後的管理 都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張雲鵬他現在為什麼突然之間 在我們議會4月25號要邀請他到議會來做 整個的報告的時候 忽然要被調走 是不是慶富案跟高雄銀行這個案子的時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可是這個調動很大規模 可能不一定跟張雲鵬個人有關 大家要知道 其實慶富案當時在高雄地方的傳說 就是新潮流介入的 整個慶富案其實 我想俊澤他很清楚 你跟他說他有點頭 他有點頭 其實他也很清楚 什麼高雄不清楚 你這派系很清楚 所以是不是這跟整個民進黨的總統的初選 也是有相關聯的 等於是整個新潮流跟小英總統準備出來收拾這個戰場 大家都還記得 花媽市長任內發生慶富案的時候 最先辭職下台不願意到議會備詢的 就是王端仁局長 就是海洋局局長 所以他一辭職有點一了百了 議會完全無法監督 完全無法問出 到底慶富案的問題在哪裡 不只只有貸款問題 還有當時新達港為什麼 把那一塊工業用地 交給慶富變成他的造船用地 造軍艦的地 來規避履約的問題 所以整個慶富案 其實是清潮流在裡面在玩 一齣戲 現在清潮公司他也宣布了破產 但是收尾的部分是 高雄銀行已經違反了 他要怎麼樣來對高雄市民 來做一個交代 包括後面有呆帳7億多 現在完全追討不回來 高雄銀行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所以這是為什麼韓國瑜市長 我們是完全支持韓國瑜市長 這一個對中央的一個反對 不要說是韓國瑜市長在卡中央 好像說以往卡很久 他也要卡一下中央的人事案 但是我覺得在張雲鵬 董事長還沒有到議會 把整個慶富案的貸款 疑雲解釋清楚之前 以高雄市議會的立場 張雲鵬不能夠到 華南金控去履職 當然我今天有跟我們的財政局長 做了一個了解 他也是很無奈的講 如果今天張雲鵬 還是要堅持的提出辭辰 我們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一個人事案 他還是一樣會離開高雄市銀行 直接到華南銀行去 韓國瑜的主張 並不是說我反對你的人事調動 因為他都很清楚知道 這個人事調動的權利 是在財政部 是在中央 但是他只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要求 就是說到議會報告結束以後 你再去履任 我想這個高雄市民應該可以接受 也就是說一個 你的高雄市的銀行 是屬於高雄市民的銀行 這個銀行本身涉及到 慶富案的這麼大的弊端 然後這個董事長被要求 要向高雄市民 也就是高雄市的議會 那麼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其實這個報告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他在法庭上 是可以作為認證的 也就是說如果他的報告 那麼有偽證 有隱瞞 那麼議員可以在質詢的時候 去提出很多問題 來請教這個董事長 那麼跟隨什麼什麼的問題 那你董事長如果你說謊 那你的本身也會負法律責任 而且你本身也要負政治責任 因為你是公然對於 高雄市民說謊 所以你要一五一十的 把具體的事情要講出來 講出來了以後 那麼我們要了解的是 我想所有的高雄市民 最想要了解的就是 弊端到底有多麼的嚴重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 這麼多的錢 這樣的弊端 到底有多麼的嚴重 那麼讓高雄市民損失多少 讓高雄市民的負債增加多少 所以韓國瑜的要求其實是 是很卑微的要求 只是說你晚一點去 然後你看這個態度 我10天到我就去 這個董事長的態度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張雲鵬他自己講了 他在任高雄的董作 高雲的董作之前 他是做什麼 他是華南銀行的重經理 他自己講了 他很了解華南銀行 當時不貸款給慶福案的原因 因為慶福本身是華南銀行的客戶 結果他到了退任完之後 退休完之後 直接到了高雄銀行當董作的時候 他是負責業務什麼 負責業務是檢討了當時 他的業務缺失跟改善事業 所以整體所有而言 這個董作他是最了解情況的 所以他是刻意的 跳過了他這一次 所謂4月25號 4月25 4月25的這個狀態調查報告 害他爆太多料是不是 對 所以他就是故意不來講 要先走 因為他護駕有功 要把他從高雲再調回華南銀行 升官 他等於升官 對 高雲的資產多少億 82億台幣 華南銀行多少 800億 是十倍的 所以我認為這單純就是一個 政治考量 而且就是刻意不讓他報告 因為他幫慶福案執選 他救了花媽 甚至蔡英文 有一個團文 團文是怎麼說 這次的錯算 照你說6000就是不應該出來 新調流說的是說 他自從下臨行政疫情之後 就沒有跟本流辦公室連錄了 所以本流全部支持蔡英文 競選的臨 這是新調流的公法 所以最後要怎樣 這裡都新調流的 你們也搞不清楚 你說換一換下都新潮流了 整個都他們的人 所以變成蔡英宗 明天宗職會的結果就很清楚了 問一下他們就說 不然這些人處理一下 蔡英文說處理不可以 你不是先叫他貼算 他說沒有啦 這人處理你的貼算才來喊啦 先處理這裡啦 沒辦法了 所以索金沖就拐下去了 這有人去喊 有人在做湯口嘛 在收音電閉嘛 所以不是虎厭不同調 是先這樣 還是先處理大千鐵 還是先處理者的條件 不然就先處理者嘛 處理者之後 你大千鐵你又沒有處理 還要繼續挑戰 所以沒辦法 中主委問一下就要處理了 本來是想叫蘇貞昌處理賴清德 就蘇貞昌處理失敗 結果還換來這麼多公股的董事 因為你們迎貨兩次 你錢收也貨沒高人可以嗎 你貨要高人啊 現在是說貨是現在要高 還是後禮拜比較高 早上高比較慢高 所以這是一種消費 早上到外就是蔡英文要選 這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政黨執政 把我們的島上的脈 拿去養他的大家 他唯著十九人的牧場而已 你不要看這樣 以前這個什麼人 了產總調去疫情 他為什麼要調去疫情 這個年代案的主辦行是疫情的 這個年代案所有的條件 主辦案件所有的主要全部都疫情 是為什麼要去規別政府呢 就是慶負案 主辦行是疫情的 為什麼他現在找到疫情的 你覺得當時為什麼 說要選舉 要做什麼 這年代案用這個年代案 去做競馬 去換他們的政治利益 還叫一個賣算 生長 所以我說的 六生長也是青雕流的一個紀律而已 走到這裡問一下就定局了 可是賴清德到現在不願意被摸頭 就算你看 用了這麼大的一個交換 他也不願意 所以這要來印的 不是他的個性 他不會來印的 他是要怎麼軟 他不會效 你也給他加一下 那他明天可以怎麼辦 那什麼招可以用 他當時做到行政議員 坦白說會數十五個管制 不是醫療中的事情 香港數十五個管制 所以要死質 怎麼有人選了沒有死質 又讓一段時間比較死質 你會記住嗎 他不是白選是死質的 有了他在臉書上面 有說請辭負責 但是沒走 這就是假說的對不對 所以他感覺不應該他負責 我來說 你媽都用你的人 現在白選要叫我負責 所以那個負責打起來 鄉鄉對秦變行政議長 落下了怎麼沒人要插他 去到台南市場說 去左選說怎麼說 他不知道民安這麼沉 你在台南做六丸市場 你去做一年五個月的行政議長 你現在才知道民安很沉 民安很沉是割英文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說這個人聽不懂 所以你要怎麼挑戰割英文 你輸出無名又不正同事 今天不是說我們在說這個 不想跟你收聽 屬性的幾個都 今天的選到這裡 都因為你做這一年五個月的行政議長 把民進黨割起來 你現在還要來挑戰割英文 不怪所有民進黨的公進英文 不要支持 不照你說如果以國民黨的政敵利益 落成立出來代表出來參選 對國民黨最有利 最好選 因為他主張台灣獨立 跟這條我就要贏他 所以你看是怎樣 民進黨大家要怕死 什麼人敢讓賴清德出來選 所以這齣就是在拌架 換來換去 換這齣架 賴清德出來 人人的 這樣還要換過來當事長回去 你看新調流 看有厲害嗎 贏最多的就是新潮流了 所以讓賴清德出來騙一下這些位置 晃一圈之後又沒有選 小英繼續選 整個都贏了 你今天很像蔡英文的發言人 把賴清德參選的不正當性 說得非常的特徹 其實我們整個國家 這一些重要的公股銀行的位置 我們要的是專業的經理人 他可以把這些 這些錢可不是你民進黨 寄放在那邊的錢 這些錢是很多老百姓 辛辛苦苦存進去公股銀行的錢 希望他可以發揮專業的一些效應 結果你們可以為了派系的利益分章 然後就在這麼快速的時間 換掉實惠的公股銀行的動作 這個讓一般專業的經理人 看在眼裡 特別是這一些 如果他本身是專業被換掉的人 情何以堪 就是他專業根本無用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底下 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專業有何用 關係比較重要 想辦法去擁抱新潮流 想辦法去擁抱小英 跟他關係越親近 能分到的利益越多 我們的政治就是被民進黨執政了之後 變成墮落致詞 所以我覺得2020 真的一定要換政黨 民進黨這三年多以來 大家看透了 也覺得失望透頂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的 政治利益的分章 而且他是毫不避諱的 我們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民進黨動用表決 李靖勇還是要提名 還是要當中選會的主委 怎麼樣 就是他其實是他最多 我們怎麼樣就是投票 就是投輸他 然後他就是硬要這樣子做 他不顧中選會是一個 中立選務的機關 用我自己人 因為人家雲林縣縣長落選怎麼辦 要安插位置 在民進黨的眼中 自己人安插位置比什麼都重要 但是我覺得整個政府 整個國家被他們這樣執政 會被他們玩慘 玩壞掉 所以我覺得2020 真的 大家只有唯一的目標 要把民進黨換掉